我刚出家的时候 大概出家三年吧 三年还是四年 我被参公寿 叫到连业市区跟他们常驻上课 那个时候我很值钱 出家三四年 那么连业市区有很多 长老级的大比丘 有些人可能功课忙 就没有来听课 没有听课 当然我们也要知道 认分了 因为我们是资钱 那么讲完课以后 第一天讲完课以后 中午吃饭的时候 参公书老人家就讲话 他说 他说我们一个人生病 去看医生 你不要去管这个医生 年纪多大 是年轻的 是资深的 不要管这件事 也不要管这个医生 是不是自己生病 你不要管这件事 重要的是 这个医生 他给你的药 可以把你的病治好 这就不知道你们听懂吗 我听了以后很感动 这个老人家的见地 就是说 诸位你一个人要增上 你要知识占低一点 就是 从生到游 有些人可能刚学佛 但是他讲这句话 有道理 有些人就谦卑的 他就受益了 有些人想说 我学佛都受益 你还不知道在哪里 那你这句话 你就错过了 你本来这句话 你可能会增上了 结果你就错过了 所以 所以 你是不是站得越低 你接受教化的範围 就越广 他是这么一个 这偶一大师欠我 就是说 你别看他现这种 这个身是那么的卑贱 你看释迦摩尼佛 印第的时候 释迦摩尼佛是很快成佛的 释迦摩尼佛算是精进 他成就法善以后 他是快速成就的 除了到精进以外 他的谦卑 是一个特色 释迦摩尼佛 印第的时候 向谁学习 他向野竿学习过 一直背贱的国报 野竿 他跟罗刹鬼学习过 他为了求半地计 献身 把这个肉 喂给罗刹鬼 所以他为了 那么的成就 就是他谦卑的角度 他很快能够接受 别人的教化而增上 所以叫 但干其味 物责其心 这是我一大师 对我们的开始 就是 佛菩萨的补现色神 三妹 他献各种生生 你有信义道 你别管他的身相 是怎么样的卑贱 关键是他的法 对你有好处 你就接受 好 好